謝金燕姐姐結束了新北耶誕之後呢 接下來就是跨年演唱了 去年你還記得她戴那個超大型的安全帽 也掀起了熱潮有沒有 今年姐姐要怎麼玩 大家都很好奇 經紀人現在可是保密到家 舞台上推出大型薑餅人 這可是謝金燕為新北耶誕特別量身定做的道具 現場拍攝更是高大 240公分高只有40公分寬 幸好謝金燕很瘦 可以整個人躲在裡頭 而為了這尊薑餅人 姐姐掏腰包花了6萬塊錢 真的誠意十足 不知大型道具 謝金燕只要唱到這首要發達 舞台就會灑出上萬個億元紅包 希望歌迷們一起發財 好嗎 聖誕快樂 有道具有金幣 當然也有小禮物 姐姐送完小熊還送大熊 新北耶誕已經有這種規格 跨年表演 每次都希望大家可以開心 那到時候會有什麼樣的東西 我們會盡全力 尤其是今年第一次到台中去跨年 這個不是壓力 而是每次我們自己都有一個進步的動力 你們覺得我頭上這個應該是鹿角對不對 對不對 錯 姐姐才沒有那麼沒有創意呢 她是老江 會有什麼驚喜 經紀人保密到家 不過就像姐姐說的 她的梗沒這麼遜 也請觀眾們拭目以待 記者 綜合報導